花莲县政府在吉安乡南浦公园设立了环保耶诞树 是由在地知名的环保艺术家黄敬之老师 带领着艺术设计团队和环保志工 利用各项的资源回收物 透过匠心巧手 营造出了环保耶诞树和周边的地景艺术 并期盼借由耶诞树来抚平大众 在疫情期间的不安情绪 让乡亲对未来可以充满无限的光明以及希望 县长徐正伟邀请乡亲前往 共同感受耶诞节的气氛 并且期盼圣诞树能够抚平大众 对疫情期间不安的情绪 让乡亲能够对未来拥有无限的光明与希望 另外在现在每一天的三点到晚上的九点 在我们柏利恒小镇的旁边 还有圣诞田市集以及我们胖卡市集 所以刚才正位在那边滑好多好多人 有大人小孩还有今天很多花钟的孩子也在那里 真的看着就非常非常的喜乐 以及我们等一下在不爱敬兴会也有一个点灯的仪式 另外在南浦公园今年我们把环保的我们的圣诞 我们的大灯移到了我们的南浦公园来 希望照亮我们吉安 尤其照亮我们在南浦公园这周遭 让圣诞节的气氛幸福的氛围 而且圣诞田的氛围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大家 环保圣诞树以节庆的欢乐为主题 将废弃的雨伞、宝特瓶、废轮胎等 堆积出高达12公尺的环保耶诞树 周边的装置艺术、耶诞树的底层 由具有客家民族、原住民族、闽南 以及花莲各族群元素的彩绘雨伞 构成树生由各式的雨伞与轮胎拼接 为什么用伞呢?伞是用来做什么?大家知道 它是来遮风挡雨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花莲有一个大家长 他用这个遮风挡雨的精神来保护我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像伞一样 闪闪发光 是不是?很好 是 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一个象征 第二个轮胎 为什么用轮胎呢? 轮胎是圆的 就象征着圆圆满满 是不是?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来向各位乡亲 祝福 未来一年 圆圆满满 在花莲县县长与一级主管的圣诞歌声中 揭开了序幕 现场宛如童话故事般的绝美景色中 藉由缤纷浪漫的光影与色彩 带给大家节庆的欢乐与希望 能够抚平疫情期间 带给社会大众的恐慌与不安 让大家产生面对各种挑战的信心与希望 记者林杰吉安香采访报道